好 同学们上课 怎么办 一起翻到第三十八页 屏幕是 长大的感觉真好 你怎么起来啊 就这么做的样子 他就没事 这 好的 同学们 下课 敬礼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再见 下课 你看 是吧 挺厉害啊 他就这么出去了 他就一直忍着 就这么出去了 是啊 我闻一下老师吧 嗯 好帅啊 快去 坐下 快去 快去 坐下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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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快去 来 和芙腾 你书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书啊 打开给我看看 这书有什么好看的 让我看看 放手 松手 放手 什么呀 这这么多分别啊 干吗 分别做什么 这是什么呀 纯织透 你想干什么呀 还给老师 从哪儿来的 见着 我看是你掰的吧 你想干什么呀 我没招他没惹他 无缘无故就整我 我要个说法 越回越回去了 还想报复呢 我给你一个说法 你已经不适合在这里上课了 出去 出去 同学们准备上课 跟着高三年级上课吧 他们都是大孩子了 你跟着上课吧 今天上物理课 好好上课 认真做笔记 要完成作业的 好 记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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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班上 新来的唐先生 他叫贺福堂 大家好 今后就要一块儿学习 一块儿进步 很荣幸认识大家 我叫贺福堂 老师我有个问题 请讲 这位同学 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 还来上课啊 活到老学到老行吗 很好 请坐 班长 班上哪个女同学最厉害 你走 呗 你你快点半分别 我听到老师 这位呢 那都是小长大人 你会在乖 吧 来 他就在乖 我都在乖 你又在乖 那是小长大人 是小长大人 你帮我给你乖 没下来 我有个皮肤 让你乖 1000個都会 如果是小长大人 你呢 科普堂同学 谢谢你来这里 同学们 待会儿是步履课 请大家遵守课堂纪律 研织上课 童老师 不是你的课吗 今天我调课了 我给二班上课 同学们 我们这堂物理课 首先来学习一下 阿基米德的福利原理 以及公式 学习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 我会在后面的课上陆续给同学们 介绍一些他总结的其他的物理定律 同学们注意听啊 你上课的花装了 你管呢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打我主意 没戏 何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事 再看一下黑板 我给大家讲一下杠杆原理 从小到大 老师给我分座 那才行 分的全是你这样 不是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不是你什么意思 何先生 何先生 请你站起来一下 就是了 都很人性的 就是什么 请问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讲到杠杆原理 阿吉米德 我问的不是杠杆原理 我问的是福利原理的公式是什么 那个福利 福利定律有一个故事 福利定律有一个故事 就是从前在古希腊时期 有一个国王想拿金子做一个王冠 然后就找来那个工匠 找了那个工匠以后呢 就做了一个纯金的王冠 做得特别好看 可是这国王就觉得这些 工匠们偷着把他那个金子给换了 对了别的金属 又没有证据 他就把这个阿吉米德照来了 阿吉米德也没办 突然有一天 他在家里泡澡的时候 在自己家的那个澡盆里 忙里一坐 艺术好喝多水来 他觉得有轻轻往上拖的这个力量 突然间他就 他就误到一个道理 然后他就把这个和王冠和金子 同等重量的两个东西 放在同样两杯水里 结果呢 那个王冠的那个那杯水 就溢出来的比较多 这说明这个王冠和同样重量的 这块金子比重不一样 密度不一样 所以那个王冠里 肯定是掺 掺别的金属 从此这个福利定律就产生了 阿吉米德发现了 这是世界上一个特别伟大的发现 老师我我我我把公式给你写 不用不用 这可没法上了 请勒 王师傅好 请坐 今天 是戏剧课 我们接着上堂课往下讲 讲我们的玩偶之家 请同学们 请同学们把课本翻到第八十九页 冬眉哥们今天帅吗 我懂懂 我没想过去 何府堂同学 老师 很多人都跟我反应 你上课不遵守课堂纪律 爱说话爱睡觉 看来大家没有冤枉呢 这明摆着不是事实啊 这谁打的小伯伯 坐下 我们继续上课 我们上一次讲到 究竟是社会正确 还是我正确 这句伟大的疑问句 促使那拉 从简单的和睦 到复杂的矛盾 从安于玩偶之家 到坚决出走 体现出妇女 从困境中觉醒的历程 同学们 这是人类共通的问题 关于那拉的出走 值得我们的深思 老师 我有问题 那拉走了以后怎么办呢 对啊 这个 这个问题 我们不在课堂解答 请坐下 我们接着继续 是他吗 没错 就是他 这就是我们的新朋友 以后要好好关注 两位老师 我都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好的好的 老师 所长 这是我们班的分野 怎么是你送来的 您班学习委员呢 学习委员现在是我 你怎么好意思啊 你又欺负同学了 我没有欺负同学 我跟他比学习 把他比下去了 跟他背那个圆周率嘛 背着背着把他背跑了 不信你们我们同学 行了行了行了 你看见刚才那两位老师了吗 他们是来告状的 是来诉苦的 你来学校才多长时间 我这个校长已经没有办法当了 不怪我啊 怎么不怪你 人家只是普通的中学老师 你受过大学的教育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真本想把他比下去 要好好美好 我可以跟你好好谈一谈 你不可能是要的 你不可能是要的 我可以跟您的心情 你不可能是要的 你不可能是要的 我可以跟您的心情 你不可能是要的 我真没有 你还没有呢 你看看你干的这些事情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就是想见你 你想见我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就是想见你 真的 真的 哪儿 你可以出去 刚聊对了方向 凭什么出去啊 这里是学校 不是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的 那咱们去外面聊 请你出去 不出去 你出不出去 不出去 你真的不出去 那我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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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去吧 请请追求我好看 看好了 穿穿着 真是许的 程丽雪 不是这样 不是我不答应你 而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你能给我点准备行吗 我承认 我承认我心里一直知道你喜欢我 你爱我 我之所以不敢接受你 是因为我 我 我这个人 对感情也一向是小心翼翼 希望你能多给我一些时间 好吗 希望就给我多一点点时间行吗 你疯了 难道是这样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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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要离开这儿 就是个疯子 先生 那可不行啊 反正我要离开这儿 你要愿意留下来 你留下来吧 我得走 我 太欺负人了 先生 程老师 谁呀 听说今天你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谁呀 程老师 谁呀 谁这么大胆子 你告诉我 我立刻让他消失 谁 谁呀 你消失 你们都消失 消失 消失 先生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走那条道 走 赶快离开这儿 离开这儿 离开这儿 就是 你 赶快离开这儿 我现在 giờ看见他 我脑二 一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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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问你 男人回避一下吧 好不好 我小心 哥们儿先回避啊 回避 李雪 你别叫我 你别叫我 毁坏我的名誉 你是不是特高兴 特得意啊 欣源 你回避一下 何先生 我 回避 我知道我错了 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下次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好吧 快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再也不回学校了 你不回去怎么行啊 学校没你不行的 学校没你不行 没你多不热闹 你看你又说气话了 我下次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回去吧 啊 回去吧 要我回去也可以 不许你再来学校了 那怎么能行 我 你看 你看 好好好 我就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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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我不去了 正好不去了 说好 你要再回去 我马上就走 好 马上走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行行行 赶快走啊 去哪儿啊 回学校啊 走 救命 聪明 快走 走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十九世纪末 他以中国战败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告终 主要战争发生在一八九四年 实为甲午年 故称之为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一 二 三 一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什么回事 说是不舒服 今天早上去医院了 才给送回来 医生怎么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挺严重的 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那为什么不在医院 为什么要回来呢 什么事你们都干什么 我看 立雪 立雪 立 立雪 程立雪 程立雪 这得的是什么病吗这是 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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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快点吵 什么呀吵 好不容易睡个午觉 吵死了 我给你找到 小月 真是 你 你醒了 你 你病得重吗 谁病了 我看是你病了 你生病了 不是 是明明是 谁让你来学校的 不是 我是来看你的 是让你来看我 是 欣月给我打着电话 然后说出你出你 心悦 你在吗 心悦 在 何先生 你怎么来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快坐呀 你我见鬼来 刚才谁给我打的电话 然后 谁又在门口跟我说话了是吧 不知道啊 我一直在厨房待着呢 你异症了吧你啊 我看你才异症了呢 不是说好不许来学校吗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 我告诉你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离我远点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啊 程律姐 你干什么给我这么近 放尊重一点 请你出去 你也会爽人了是吧 不要这么细皮笑脸的好不好 请你出去 好好好 不过晚上你要是留了 好好好 让他死药了 再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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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捉 你俩那个样子 看看这水 你胜利了 没事吧 没事吧 好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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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坐下 小心啊 二雪 我听他们说你腿好了 我还不信你 你真的好了 是啊 昨天突然间就站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现在腿还没劲啊 这真神奇啊 不用医生你没吃药就好了 恭喜你 阿姨 恭喜 可能要陪着你去看个视线 给她上头香了 是给给她上头香了 我还挺想她的 她是不疼的 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了 没事啊 你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那个 我和程丽雪 说我们俩挺合适的 你是这么讲的吗 你们俩啊 心意相通 这很自然的事 真的 我走了 他他的傻样 老吴 莱玉 黑娃 和府堂的磕头兄弟 掌管着风雷镇的命脉 回笼场以及五千名团 刘二泉 她第一任夫人 但是与她有仇 真正的原配朱彩玲 现在已经离开风雷镇 原因不详 这两位 赵小姐来自西安 现在已经死了 程丽雪来自北平 现在在风雷镇教书 何复英 何府堂的姐姐 何金玉 她女儿 李树敏 她外甥 以上三个人都不在风雷镇 其余三人 掌管着何府堂的两家银行 洋鬼子霍华德在上海 清儿 孙建成 二人夫妻关系 掌管着风雷镇的富有银行 以上就是何府堂的家庭构成 社会关系 以及财产分布 情况就是这样 成小姐过生 那咱得准备点什么吧 成小姐过生 那咱得准备点什么吧 他中午才告诉我 我现在哪来得及 我准备什么啊 哥 全我们几个了吗 对不起 只请了我一个 只有你一个 是的 哥 你还是别去了 万一跟上午一样装病 耍你呢 是啊 不过 你说他那样耍我 我还挺高兴的 哥 你还要不要脸 哥 他今天八成是借题发挥 什么意思 我说的 我说的 能不瞧 我找你注意 做好心理准备 没准今天人家要求 把你娶她 笑什么呀 脑子有问题 成立雪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将我求婚呢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 不可能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不可能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你是真不要脸的 真不用我们陪啊 真不用 真不用 哥 可不可以 不要把她枪 把枪拿上 雷娃 人家给程小姐过生日 你让她拿枪干嘛 不跟你们混了 我得走了 我早点去 别迟到 我戴上这个就够了 拜拜 拜拜 好 何先生 1分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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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的 犯什么事了 我没犯什么事 长官 我是急着呼通被抓进来的 我什么事都没犯 我怎么了 三条戒律 一 不能提问 二 副总 三 暂搞前两条 你的编号是0921 P 团习 海学宾 罢llo 宇宙 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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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